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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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导致它们的拉力或是一些身体的平衡功能 还有一些协调性都会下降 可是在使用了橙皮素后 我们发现那些有使用橙皮素的老鼠 和一些没有未经处理老鼠比较起来 它的肌肉功能都是有被改善的 实验人员将橙皮素加入食物里喂食小鼠 透过组织切片发现肌肉结构有明显改善 阳明交通大学基科索博士后研究员沈昭庆表示 我们可以看到在肌肉的老化部分 在自然老化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有许多肌肉萎缩 以及损伤的情况 那在处理了橙皮素之后呢 明显可以看到肌肉的结构有明显的改善 蒋志伟说 这个研究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实验室人员 使用20个月大的老年小鼠 相当于人类70岁左右的银发族 透过了橙皮素的摄取 来了解有没有抗衰老 甚至是逆龄回春 蔡廷分教授说 橙皮素那这个的话呢 是来自这个橘子里面 橘子皮哦 是橘子皮里面 还有一个叫橙皮肝的这个分子 橙皮肝 我们如果吃尽到我们身体里面 那一路到达肠道的时候 肠道菌会把它转换成为橙皮素 而实际上是这个橙皮素呢 它具有这个很强的SYST2 长寿基因的促进剂的这个功用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个橙皮素的话 事实上是可以在小鼠里面 我们发现它可以促进长寿 研究团队发现橙皮素 能在老化后 让细胞重新获得年轻时的转路体模式 证明口服橙皮素 具有作为SYST2促进剂的潜力 蔡廷分补充说明 对于这个寿命的控制 它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遗传因子在控制 譬如说这个SYST2的长寿基因 那这个长寿基因呢 每一个人都有两个等位的基因 一个遗传子爸爸一个遗传子妈妈 但是它随着老化会一直下降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老化的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非遗传性的因素 包括环境的因素 那这个就包括譬如说食物的这个控制 如何来促进长寿基因 让我们在老化的过程当中不会下降 研究团队透过小鼠遗传学的实验 发现SYST2长寿基因 它会控制哺乳类的寿命 蔡廷分说 如果我们让这个长寿基因维持一辈子 就是说老鼠从年轻到中年到老都不下降 那这个老鼠会变得非常的健康 而且非常的长寿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因为在包括人类 我们这个长寿间在老化过程当中 它随着年纪会不断的下降 所以呢 要把这些遗传学的这一些证据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转换成为 可以实际上运用在人类上面的一些方法 蔡廷分指出 SYST2长寿基因研究 将有助于更深入了解老化过程 更可以透过SYST2促进剂的开发 包括小分子药物与保健食品 势必将有助于 未来延缓老化与治疗老化等相关疾病 健康生活编辑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